團善公司員工用手搓了搓米袋 發現裡面的蟲洞來凍去 還有冰箱裡的絲瓜 冰到腐爛 還繼續當食材 員工指控團善公司用的都是 過期食材 有包放豬肉跟白米 都是過期的 過期從幾天到幾個月都有 有同事跟他反應 但是也許都沒有改善 員工拿出白米跟果汁 米袋外有效期限 就過期兩個月 離譜的是還供餐 給仁愛之家跟兒童之家 用的都是過期白米 用很多過期的餐點 給仁愛之家跟兒童之家 如果今天吃下去有事情的話 上百人都在吃的情況下 我覺得是沒有辦法去接受的 查獲有兩處有發現 魚期的白米 薄跳牆 果汁 發現業者無法清楚交代 囤放魚期食品這個理由 我們今天提示是這種法律程序 就是不在對外發言 業者拿出聲明強調 絕對沒有使用過期產品 但衛生局冰封五路追查 發現豬排 小湯圓 人造奶油等十項過期產品 將依照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處罰六萬元以上兩億以下罰還 業者提出的聲明被衛生局打臉 員工加碼指控發薪水有問題 除了勞工局要查 團善公司用過期食材 影響消費者食安 如果屬實一定追究到底 記得金千忠 林智慧 高雄報導 我應該是說他 是這位 晴斥星人的 介面的 號碼 是 感谢观看